有三个女人 一个叫利奇曼太太 是个寡妇 一个叫萨克利弗太太 是个美国人 离过两次婚 还有一个叫西克森小姐 是个老姑娘 她们年纪差不多 都是四十岁左右 而且衣食无忧 萨克利弗太太的名字非常奇特 Aro 年轻时 她身材苗条 这个名字倒是很适合她 虽然也经常被人拿来开玩笑 但都是在恭维的 另外 Aro 意味着直接快速坚定 她认为 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 然而 随着身体越来越胖 四肢粗壮 臀部肥大 原本精致的五官 完全走样 她便开始讨厌这个名字 她发现 想找件穿起来好看的衣服 变得越来越难 而且 人们不再拿她的名字 当面和她开玩笑了 当然 人们现在会怎么说她 她也心知肚明 尽管如此 她丝毫没有人到中年 不再像年轻人那样注重打扮的想法 为了使眼睛显得清澈有神 她仍然选择穿蓝色洗衣服 为了使头发显得柔软顺滑 她经常给头发做营养护理 她之所以喜欢 比阿特利斯·李奇曼 和弗兰西斯·西克森 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 因为他们两个都比自己胖 和他们在一起 她看起来比较苗条 二是 虽然他们两个年纪 并不比她大多少 但都喜欢把她当做小姑娘看待 三是 他们俩善解人意 喜欢拿她的追求者 来逗她开心 有趣的是 尽管他们两位 都对爱情不再抱有幻想 啊 西克森小姐 一直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 他们却极力怂恿 Aro与男人调情 他们一致认定 总有一天 Aro还会牵手一个男人的 哦 亲爱的 你可不能再长肉了 李奇曼太太要求她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那个幸运的家伙 必须会打桥牌 西克森小姐 也不甘落后 他们认为 Aro的第三任丈夫 应该是这个样子 五十岁左右 身材高大 言谈直指 彬彬有礼 最好是一位 退伍海军上将 会打高尔夫球 而且是一个官夫 不能脱而戴女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收入一定要可观 Aro没有插眼 其实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 是的 他的确有再婚的打算 他想嫁给一位 皮肤有黑 身材修长 两眼炯炯有神的 意大利人 还要有一个 响亮的头衔 当然 嫁给一个血统高贵的 西班牙人也可以 至于年龄 绝对不能超过三十岁 他经常对着镜子 端详自己 无论怎么看 都觉得那个他 也应该是这个岁数 西克森小姐 利奇曼太太 和萨克利夫太太三个人 是好朋友 肥胖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桥牌使他们建立了友谊 他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卡尔斯巴的 入住的是同一家酒店 减肥主治大夫 也是同一个 这个大夫对待他们的态度 也完全一样 残忍 冷酷 比亚特利斯·李奇曼 体型硕大 但长相 一点也不逊色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脸颊涂着胭脂 嘴唇抹着口红 丈夫虽然死了 但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 所以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不幸 他是个吃货 面包 黄油 奶油 马铃薯 以及牛油布丁 都喜欢 一年终有十一个月 他都在尽情地吃 剩下的一个月 去卡尔斯巴的减肥 尽管每年都去 雷打不动 但他越来越胖 他非常难过 但大夫根本不同情他 反而说他完全是咎由自取 哦 如果连喜欢的食物都不能吃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争辩道 大夫耸了耸肩 对他完全无语 他跑去找西克森小姐抱怨说 这个大夫的医术 根本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高 倘若继续让他治疗 估计裙子是没法穿了 西克森小姐一听 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地大笑了几声 他就是这种人 他嗓音低沉 肤色暗淡 面颊扁平 一双只有豌豆粒大小的眼睛 闪闪发光 他衣着打扮像个男人 走起路来 无精打采 喜欢把双手插在口袋里 如果路上没有行人 他就会立即拿出一根大雪茄点上 穿裙子 俗 他一脸的不屑 你瞧我 这样穿多舒服 西克森小姐经常身穿粗花泥制服 脚蹬厚重皮靴 但从来不戴帽子 他力气很大 经常自我吹嘘说 若论高尔夫球打得远 别说女人 连很多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平时寡言少语 骂起人来 却口无遮拦 足以让泼妇感到汉颜 另外 他喜欢别人称呼他 弗兰克 他们三个之所以相处融洽 与其精明圆滑是分不开的 他们三个朝夕相处 一起玩耍 一起喜悦 一起散步 一起在职业教练的指导下打网球 一起吃减肥餐 除了磅秤显现的数子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 能影响他们的心情 如果有一天 他们当中有人体重没有降低 三人立刻愁容满面 这时 不管是弗兰克粗俗的笑话 还是比亚特利斯温和的言辞 还是艾柔柔媚的举止 都不能使他们高兴起来 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一定会严惩出问题的那个人 责令他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除了大夫配置的那碗蔬菜汤 任何食物都不能吃 这碗蔬菜汤 就像洗过几遍卷心菜的温水 少游无言 寡淡无味 天底下再也找不出 比这三个女人更要好的朋友了 要不是桥牌需要四个人才能打 他们绝对不会和第四个女人打交道 他们排营很大 每天减肥治疗一结束 就会立马围坐在桥牌桌旁 Aro打得最好 他排风凌厉 从不放过对手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 比亚特利斯排风沉稳 最能让同伴放心 弗兰克 排风洒脱 擅长理论分析 他们常常为了究竟是采用卡布特森教牌法 还是采用西姆斯教牌法而争论不休 毫无疑问 他们每次出牌都有一大堆理由 然而同样毫无疑问 他们每次出完牌 又有一大堆不该这样出牌的理由 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和他们排挤相当的人 那什么都可以忍受了 即便那个大夫真的坏透了 即便那该死的讨厌的磅秤显示 他们两天来连一个盎司的体重都没减掉 即便他们不得不天天喝那碗蔬菜汤 每次减肥结束 比亚特利斯都能减掉20磅 然而他的体重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弗兰克建议说 这个样子可不行 既然比亚特利斯缺乏自制力 那就应该找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来做他们的厨师 负责他们的饮食 除此之外 他还建议 等离开卡尔斯巴德后 就去安迪布租房子 在那里 他们可以游泳 继续减肥 人人皆知 游泳是瘦身效果最佳的运动之一 拥有了自己的厨师 他们至少可以避开那些让人肥胖的食物 这样一来 他们一定还能够再减几磅 这个主意不错 比亚特利斯显然知道健康饮食的益处 只要诱惑不在鼻子底下 他还是能够抵制的 而且他喜欢赌博 对他来说 一周去赌场玩上两三回 日子过得才有滋味 Aro本来就很喜欢安迪布 而且在卡尔斯巴的苦练了一个多月 身材好了许多 那些在海滩散步的年轻的意大利人 狂热的西班牙人 殷勤的法国人 以及身穿泳裤和便装 四肢修长的英国人 都会任他挑 计划很顺利 他们在安迪布 过得很舒服 每周有两天 他们的食物只有主鸡蛋和生西红柿 每天早上称体重 他们都很开心 Aro捡到了十一英尸 感觉自己身体轻盈得像个小姑娘 比亚特利斯和弗兰克 使用了一种特殊站姿 体重不超过十三英尸 体重秤显示的是千克 但他们刹那间 就能把千克换算成英时和盎司 体重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但打桥牌三缺一 依然是个老大难问题 要么不会出牌 要么出牌缓慢 要么老是争辩 要么输不起 要么出老千 他们感到很纳闷 想找个称心的牌友 怎么就这么难呢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弗兰克建议邀请丽娜菲茨来 安迪布和他们一起住上几个星期 本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天清晨 他们三人身穿睡衣 坐在阳台上 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 喝着不加奶和糖的绿茶 吃着胡德波特大夫推荐的脱脂脆饼干 他向他们郑重承诺 这种饼干不会让人发胖 弗兰克读完信 慢慢抬起头来 利纳菲茨想去维亚拉散心 他大笑了几声 利纳菲茨是谁啊 Errol第一个问道 他嫁给了我的一个表兄 几个月前 表兄突然因病去世 对他的打击很大 可不可以邀请他来 我们这里住上半个月 他会打桥牌吗 比亚特利斯问道 会 弗兰克嗓音低沉 而且水平很高 多大年纪 Errol问道 和我同岁 哦 那就叫他来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 弗兰克向来做事果断 吃完早餐 他立刻就出门给利纳菲茨 发了封电报 三天后 利纳菲茨来到了安迪布 弗兰克去车站 接他 他仍然沉浸在丈夫过世的悲痛之中 但言谈举止 非常得体 弗兰克已经两年没有见过他了 他吻了吻利纳的脸颊 上下仔细地打量着他 哦 亲爱的 你瘦多了 他对利纳说道 利纳笑了笑 最近一段时间 烦心事太多了 弗兰克 弗兰克叹了口气 但原因不详 到底是出于对利纳的同情 还是忌妒 就不得而知了 弗兰克带利纳回到住处 利纳简单冲了个梁 便跟随弗兰克 来到伊甸洛克 弗兰克把利纳 介绍给他的两位朋友 寒暄过后 他们四位 要了一个名叫猴屋的单间 猴屋四面都是玻璃 客人坐在里面 就可以俯瞰大海 他的后面有一个酒吧 酒吧里面坐满了客人 有穿泳衣的 也有穿睡衣的 还有穿便服的 比亚特利斯一听 利纳是个寡妇 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 顿时心生好感 埃尔尔看她脸色苍白 相貌平平 而且年近五十 也喜欢上了她 这时 一个服务生走了过来 利纳 你想喝点什么 弗兰克问道 哦 跟你们一样就好了 一杯干马滴尼 或者白美人鸡尾酒 埃尔尔和比亚特利斯 迅速对视了一眼 喝鸡尾酒容易发胖啊 哦 尼路舟车劳顿 肯定是累坏了 那就来杯干马滴尼 解解罚吧 弗兰克非常友好 他为利纳点了干马滴尼 给自己和两位好友 点了柠檬橘子汁 天太热 不宜饮酒 弗兰克解释说 天气冷热对我没有影响 利纳坚持道 我就喜欢喝鸡尾酒 埃尔尔徒有胭脂的那张脸 略显苍白 但他没有吭声 对了 埃尔尔每次下海游泳 和比亚特利斯一样 从来不会把脸弄湿 四位女士天南海北聊了起来 一个平淡无奇的话题 他们也能聊得热火朝天 转眼间 午餐时间就到了 他们站起身来 一边聊 一边往住处走去 每张餐盘中 都摆放着两小块脱脂脆饼干 利纳笑了笑 把餐巾和饼干 从自己面前的餐盘中拿出来 放在餐桌上 能给我来点面包吗 他轻声问道 这句话 着实让三位胖女人吃了一惊 他们已经十年没有吃过面包了 就连最贪吃的比亚特利斯 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弗兰克 哦 当然可以 亲爱的 他让管家拿些面包过来 哦 还有黄油 屋里寂静无声 那一刻仿佛空气中满是尴尬 哦 不知道家里有没有 弗兰克回答说 我帮你问问 也许还有点 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黄油面包 你呢 丽娜问比亚特利斯道 比亚特利斯苦笑了一下 没有吭声 管家拿了一长条松脆的法国面包 和一小块黄油 丽娜将面包一分为二 涂上黄油 这时 管家端上了一盘烤塔鱼 淡然无味 我们吃饭很简单 弗兰克解释说 希望你别介意 哦 不会 绝对不会 实话说 我也喜欢吃清淡食品 丽娜将黄油涂在塔鱼上 只要有面包 黄油 土豆和奶油就行了 三位胖女人对视了一眼 弗兰克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看着自己餐盘里的烤塔鱼 一点胃口也没有 比亚特利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哦 这个鬼地方 竟然连奶油都买不到 真让人郁闷 他急忙开口安慰 弗兰克道 但是别忘了 这里是黎维埃了 凑合着过上几个星期 我们就走人了 啊 确实不适合常住 丽娜随声附和道 午餐菜肴 还有羊排和菠菜 羊排没有一丝肥肉 以免比阿特利斯得寸进尺 菠菜也只是放在清水里煮一煮 最后上的是甜点 炖梨肉 丽娜尝了一两口 就给了管家一个问询的眼色 管家心领神会 立马递给她一个糖罐 里面既有砂糖也有方糖 天哪 自从三位胖女人来到这里 就没有吃过糖 丽娜往炖梨肉中 加了好几勺砂糖 三位胖女人也都假装没看见 等咖啡端上来 丽娜又在咖啡杯中 加了三块方糖 你很喜欢吃甜食啊 埃尔尔极力保持友善的口吻 哦 砂糖比方糖甜 弗兰克将一小勺砂糖 放入自己的咖啡杯中 还是方糖甜 丽娜答道 比亚特利斯两眼盯着方糖 垂涎欲滴 比亚特利斯 弗兰克冲她大叫了一声 比亚特利斯只好把口水咽下 将一小勺砂糖 放入自己咖啡杯中 四位女士终于围坐在桥牌桌旁 弗兰克这才松了口气 她很清楚 丽娜这个样子 比亚特利斯和埃尔尔 是不会喜欢她的 她非常希望丽娜 能够和他们俩搞好关系 希望丽娜能够过得愉快 第一轮 埃尔尔和丽娜搭档 反得比亚特还是卡布特森 阿弗问丽娜道 都可以 丽娜回答得很轻松 有你决定 那就卡布特森 阿弗没有客气 简直太狂妄了 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的 打起桥牌来 弗兰克绝对是六亲不认 和她的两位好朋友一样 她也打算给丽娜上一课 三位胖女人各个摩拳擦掌 但是丽娜的桥牌天赋却不答应 她天生就是一块玩桥牌的好料 而且经验丰富 她凭感觉出牌 大胆果断 信心满满 三位胖女人虽然牌已精湛 但和丽娜玩 丝毫不占上风 俗话说 英雄相惜 再加上三位胖女人 善良大度 玩着玩着 心中的怒气渐渐消散了 哦 太爽了 这样玩桥牌才过瘾 看到Aro和Biatlise 对丽娜产生了好感 弗兰克常常松了一口气 看来她邀请丽娜来是非常正确的 接连玩了两个小时 他们才散场 然后 弗兰克和Biatlise去打高尔夫 Aro刚刚认识了一位年轻帅气的王子 罗卡玛尔 他说要和他出去散步 丽娜说 他也累了 想小气一下 快到晚餐时 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亲爱的丽娜 你不会感到无聊吧 弗兰克觉得有点难为情 很抱歉 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 哦 没关系 我睡了一觉 然后去了趟Roy 喝了杯鸡尾酒 告诉你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你听了一定很感兴趣 有家小茶馆 卖的奶油浓稠鲜美 我让他们每天送半品托给我们 这也算是我对大家的一点心意 丽娜 两眼放光 等待着他们欢呼雀跃 啊 你太客气了 弗兰克给他的两位好朋友使了个眼色 回答道 不好意思 忘了告诉你了 我们不吃奶油 这个季节吃奶油 会让人烦躁不安的 啊 那好 我自己吃 丽娜丽娜丝毫没有生气的迹象 难道你不怕身体发胖吗 Aro语气冷冷地问了一句 医生要我加强营养 医生要你吃面包 黄油 土豆和奶油 你们不是也在吃这些东西吗 哈哈 这样下去 你会胖得走不动的 比亚特利斯嘲笑他道 丽娜哈哈大笑起来 呵呵呵 不会 绝对不会 我吃什么都不胖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我来说 这些食物 已经再清淡不过了 三位胖女人一听这话 都陷入了沉默 直到管家进来 女士们 晚饭准备好了 管家说道 那天晚上 等丽娜睡下后 三位胖女人 躲在弗兰克的房间里 一直聊到深夜 刚才还拟打我闹 兴致勃勃 但此时此刻 却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比亚特利斯 脸色阴沉 Aro 话中带刺 弗兰克 也没有了往日的男子气概 让我眼睁睁看 他享用那些我特别喜欢的食物 太痛苦了 比亚特利斯第一个开口道 哦 我也很痛苦 弗兰克接话道 都怨你 就不应该邀请他来 Aro抱怨道 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 弗兰克感到非常无辜 哭了起来 哼 如果他真的爱他丈夫 绝对不可能胃口这么好 比亚特利斯说道 他丈夫刚刚入土 才两个月 我的意思是说 他应该伤心的 什么也吃不下才对 他是客人 Aro看了看弗兰克 接话道 再说了 是医生让他多吃的 那他应该去疗养院 比亚特利斯坚持道 弗兰克 如果他再这样下去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既然我能忍 你也能行 他是你的表嫂好吗 不是我们 Aro反对道 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 那个女人大吃大喝 绝对不能 我觉得 不能把全部心思 都放在池上 这让未免太粗俗了 弗兰克声音 比以往更加低沉 我们最好把心思 用在提高修养方面 你的意思是我粗俗 弗兰克 Aro两只眼睛 似乎要喷出火来 哦 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比亚特利斯急忙 打圆场道 哼 等我们都睡着了 自己偷偷跑到厨房 猛吃一顿 Aro不依不饶 弗兰克一听这话 顿时站了起来 Aro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 从来不会要求别人去做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 居然这么不了解我 那你的体重 怎么从来没有下降过 弗兰克泪水夺旷而冲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我的体重 已经下降好多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 魁梧的身体不停颤动 泪水滴落在肥瘦的前胸上 哦 亲爱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Aro一把抱住弗兰克 也哭了起来 睫毛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一点都没瘦吗 弗兰克哽咽道 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哦 瘦了 亲爱的 你瘦了很多 Aro满脸是泪 这谁都看得出来 比亚特丽丝尽管天生理性 向来不轻易动感情 此时此刻也低声抽泣起来 任何铁石心肠的人 看到弗兰克这样勇猛的女人 竟然哭成了泪人 也会心疼呢 过了一会儿 他们擦干眼泪 喝了点兑水白蓝地 感觉好多了 哦 对了 据医生说 吃这些食物 不会发胖 他们一致决定 允许丽娜遵循医主 吃些富有营养的食物 并发誓 绝对不会因此 而改变自己减肥的决心 丽娜是一流桥牌选手 而且只待两周 尽量让她过得开心一些 各自回房休息之前 他们相互亲吻 心情异常舒畅 什么都不能影响 他们的友谊 这份友谊美好真挚 使他们三人生活快乐 非常值得呵护 值得珍惜 人性非常脆弱 很难经得起考验 尤其是长期的 丽娜吃奶酪黄油通心粉 他们吃烤鱼片 丽娜吃鹅干酱 他们吃没有一滴油的 烤羊排和水煮菠菜 丽娜吃奶油豌豆 和各种美味马铃薯 他们吃白水煮鸡蛋 和生西红柿 而且 厨师手艺很好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 自然全力以赴 为丽娜做菜 一道比一道美味可口 一道比一道别出心裁 唉 可怜的鸡母 丽娜看着面前丰盛的菜肴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 她也非常喜欢法国菜 尽管厨师能够制作六种鸡尾酒 而且丽娜也告诉他们说 医生建议她午饭喝 伯根地葡萄酒 晚餐喝香槟 三个泡女人 丝毫不为所动 尽管他们天天嬉笑打闹 看上去幸福快乐 但比亚特利斯精神变得萎靡不振 Aro的蓝眼睛变得不再温柔 弗兰克低沉的嗓音变得沙哑刺耳 这些变化 在他们玩桥牌时 更是暴露无遗 从前 他们都是一边出牌 一边讨论 气氛非常友好 但现在呢 讨论变成争论 最后变成争吵 几乎局局都以愤怒的沉默收场 有一次 弗兰克指责Aro故意乱出牌 Aro气得扔下牌摔门而出 比亚特利斯性格软弱 被气哭了两三次 三位胖女人脾气越来越差 Lina成了和事佬 玩牌是为了娱乐 不是为了吵架 她劝说道 毕竟是个游戏 何必当真呢 这道理 三位胖女人肯定懂 如果三位胖女人 也能向她顿顿吃得好 再喝半瓶香槟 肯定脾气不会变成这样 Lina不仅吃得好 喝得好 而且排运很好 局局都是她赢 每局结束 分数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Lina的得分天天都在增加 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可言吗 虽然他们心里憎恨Lina 但每当因为玩牌和好朋友关系闹僵 都跑去找她倾诉 Aro说 她之所以心情不好 就是因为天天和这两个老女人在一起 剩下的时间 她真想拿着剩余的房租 跑去威尼斯玩上几天 弗兰克告诉Lina Aro非常轻浮 比亚特利斯则愚蠢透顶 只有智者才能和我谈得来 她嗓音非常低沉 像我这样聪明绝顶的人 一般都会找智商高的人为伴 比亚特利斯再也不想和女人打交道了 哦 我讨厌女人 她说道 她们个个蛇蝎心肠 根本靠不住 等到Lina快要离开安迪布时 三个胖女人的关系 已经将到互相不搭理的地步了 当然 在Lina面前 她们不得不做做样子 Lina要去意大利利维埃拉 见几个朋友 弗兰克把她送到火车站 火车还是她来安迪布时乘坐的那一班 只不过 钱包里装满了三个胖女人 玩桥牌输给她的钱 哦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Lina上车时这样说道 这次安迪布之行 我很快乐 最让弗兰克西克森引以为豪的 是她是一位女绅士 换言之 她不仅是一位淑女 而且还是一位绅士 她的回答大方得体 堪称完美 你能来 我们很高兴 Lina 她说道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火车驶出站台后 弗兰克常常叹了一口气 叹息声很大 她脚下的站台都摇晃了起来 她耸了耸自己宽大的肩膀 大步往回走 哦 她总算走了 她边走边说 唉 她总算走了 回到住处 弗兰克立即换上泳衣 穿上拖鞋 披上男士睡袍 啊 这是必须的 她直奔一顶洛克 午餐前还有时间游泳 路过侯屋时 她四处看了看 跟熟人一一打招呼 她感觉神清气爽 突然 她一下子愣住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比亚特丽丝一个人 坐在一张餐桌旁边 身上穿着前几天 在莫利诺克斯购买的睡袍 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 弗兰克还注意到 比亚特丽丝刚刚做了头发 脸颊 眼睛和嘴唇都化了妆 是的 比亚特丽丝很胖 但非常迷人 这谁也不能否认 她在干嘛 弗兰克朝比亚特丽丝走去 从她走路的姿势看 活像一个尼安德特人 从她身上穿的黑色泳衣看 更像一只日本人 在图雷斯海峡捕捉到的海豚 俗称海中母牛 哦 比亚特丽丝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弗兰克冲她大叫道 但嗓音依旧低沉 这声音犹如远处传来的 笼笼雷声 比亚特丽丝瞅了她一眼 眼神冷漠 吃饭 她回答道 废话 我眼睛不瞎 比亚特丽丝面前 放着一盘羊角面包 一碟黄油 一罐草莓酱 一壶咖啡 还有一罐奶油 她在热热的面包上 涂上厚厚的一层黄油 再涂上一层草莓酱 最后倒上很多奶油 哦 你想死啊 弗兰克吃了一惊 嗯 我愿意 比亚特丽丝咕弄道 她嘴巴里已经塞满了食物 你吃完这一顿 一定会长好几磅的 哈哈哈哈 不用你管 比亚特丽丝大笑道 哦 天呐 羊角面包太好吃了 没想到你意志这么不坚定 比亚特丽丝 我对你很失望 都怪你 你早就应该把那个可恶的女人 打发走了 整整两个星期 天天眼睁睁看着丽娜 像头猪一样吃这吃那 不仅我受不了 任何血肉之躯 都无法忍受 今天 哪怕长十磅 我也要好好吃一顿 弗兰克 热泪盈眶 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人 非常脆弱 非常希望有个强壮的男人 把她抱在怀里 一边爱抚她的身体 一边呼唤她的乳名 弗兰克没有说话 她走到比亚特丽丝身边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这时 服务生走了过来 弗兰克用手指了指桌子上的 咖啡和面包 唉 给我也来一份 她叹了一口气 有气无力 看到弗兰克伸手要拿自己的面包 比亚特丽丝急忙把盘子拿走 哦 不能动 这是我的 她语气很坚决 等着吃你自己的那份吧 弗兰克低声骂了她一句 不一会儿 服务生就把羊角面包 黄油和咖啡端来了 奶油呢 你个蠢货 弗兰克向头陷入困境的母狮子 大声吼叫道 弗兰克吃了起来 真可谓狼喷虎咽 猴屋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基本都是晒完日光玉 洗完海水澡 来这里喝杯鸡尾酒的 没过多久 埃瑞与洛卡马尔王子 一起走了过来 他身上披了一条 漂亮的丝绸披肩 为了尽可能让自己 看起来更苗条一些 他用一只手 紧紧拉着披肩一脚 为了不让王子看到他的双下巴 他高高地扬着脑袋 他笑得很开心 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妙龄少女 王子刚才对他说了 啊 用叶大利语说的 他的蓝眼睛非常美 和他的蓝眼睛相比 蔚蓝色的地中海就是豌豆汤 王子要去洗手间 梳理一下乌黑油亮的头发 他们约定五分钟后 一起去喝一杯 埃瑞与也朝洗手间走去 他想在脸颊上添些胭脂 在嘴唇上抹些口红 这时 他看到了弗兰克和比亚特利斯 立即停下了脚步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哦 我的上帝呀 他大声叫骂道 你们这两个畜生 你们这两头死肥猪 埃瑞与快步跑了过去 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大声喊叫道 服务生 此时此刻 他已把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 眨眼功夫 服务生就过来了 这两位女士正在吃的东西 也给我来一份 他命令道 弗兰克把大脑袋 从盘子上抬起来 给我拿些鹅干酱来 他吼叫道 弗兰克 比亚特利斯白了他一眼 闭嘴 好吧 给我也来一点 咖啡 热腾腾的羊角面包 奶油 以及鹅干酱 很快就端了上来 他们把奶油 抹在鹅干酱上 往嘴里送 草莓酱大勺大勺往下吞 面包嚼得嘎吱嘎吱只响 此时此刻 对于Aro来说 爱情算什么呢 让王子自个儿待在罗马的宫殿 和亚平宁山脉中的城堡里吧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吃 三个胖女人不再说话 她们吃得津津有味 她们吃得高高兴兴 哦 我已经二十五年没吃过土豆了 弗兰克若有所思 喃喃自语道 服务生 比亚特利斯高声叫道 再来三份烤土豆 好的夫人 烤土豆端上来了 即便把所有的阿拉伯香料都拿来 也没有这烤土豆香 三个胖女人干脆用手抓着吃了起来 啊 给我来杯干玛丁尼 Aro说道 饭才吃一半 不能喝干玛丁尼 Aro 弗兰克提醒他道 我就要喝 好吧 那就来两杯吧 弗兰克妥协道 我也来一杯 比亚特利斯急忙说道 干玛丁尼端上来了 三个胖女人一饮而尽 她们彼此看了看 长长地叹了口气 过去两个星期的误会消除了 过去的友情重新涌上心头 这份友情使她们感到生活充实快乐 然而 她们竟然不知道珍惜 在刚刚过去的两周里 她们恶语相向 甚至打算断绝来往 烤土豆也吃完了 啊 不知道她们这里有没有巧克力泡芙 比亚特利斯说道 肯定有 一问服务生 果然有 弗兰克用手抓起一个 整个塞进她的大嘴 立马吞了下去 她又抓了一个 在入口之前 她看了看两个好朋友说道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但事实就是事实 丽娜桥牌真的打得很糟糕 哦 糟糕极了 Aero随声附和道 比亚特利斯 还想吃蛋白酥皮饼 我们可以说道路 请不吝点赞